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星期日拯救計畫 我是惡日 大家不覺得我今天的手指頭看起來特別old school嗎? 因為現場來到了非常多經典復古的文具 尤其是其中有幾樣很適合像我這樣的鋼筆星新手來使用 我們趕緊一起往下垃圾灘究竟吧! 首先出現了吧,這個明文俠爾 非常適合給新手村來練熟的這個微笑鋼筆系列 今年年初的時候出了這種子孫滿堂的一個全家族系列 所以有趴趴、媽媽、小嬰兒等等的 搭配的都是這種全透明的筆管 看起來真的還蠻適合夏天的 尤其是他的這個頭的那個帽子很輕易的就可以推開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趴趴,趴趴是你! 有看到這個傳說中毛利小王的小鬍子跟領帶嗎? 再來是為什麼微笑鋼筆大家都覺得超推新手呢? 就是因為他的筆身的一個三面鐵的設計 他讓你可以以一個非常正確的姿勢來好好的握著這個鋼筆 裡面呢附的是一個卡式的墨水 So easy!大家so easy!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自己用吸墨器、吸什麼墨水的話 只要在另外一家買吸墨器就沒問題了 實際把它寫起來 我真的覺得有一點懂為什麼它會是很推薦的入門鋼筆 你們看,輕易的get的這個生前的墨水變化 還有寫在紙上的這個有一點沙沙的聲音 美妙啊! 講完了鋼筆,當然也得端上這一組 大正浪漫鋼筆墨水 最近討論度非常高啊 裡面呢有一些顏色的那個金屬光澤啊 還有這個變色效果 大家津津樂道 我選了一個歌劇玫瑰的顏色 你們看這個瓶蓋 你們看看剛剛這個瓶身 然後它每一瓶都會附一個小小的有點像是身份的ID小吊卡 所以呢我們就把顏色畫上來 感受到這種濃濃的復古味對不對? 你們說這種進一步是紅,退一步又是棕 這種無法讓你一秒鐘立刻說出 啊!這是什麼色的這種色 是不是最棒了呢? 我自己個人呢很喜歡這種顏色 尤其是大家知道思緒化學 它已經有百年的做這種墨水的歷史耶 真的感受到了呢 再來我們一路從大正時代 走到了昭和時代的這種感覺呢 你們看我這雀躍的手指 現在看到的呢都是 HIGHTIE的出的一系列的 新復古的這些小東西們 我自己呢超級喜歡 你們看它主題呢 就是那種很像電影的感覺 像以前的電影 大家知道以前的電影看嗎? 都是那種畫的吧? 所以呢這種小畫報把它印成了一個小冊子 還有這種小燈箱啊 然後這種電影的膠捲 做出來的紙膠帶 天啊虧你想得到呢 我們一起來做個圖鑑 乒乓幾雷 首先是這個電影系列的膠帶 你們看這個321 Happy New Year的這個感覺 多實用啊 旁邊這個小四格 我讓你沒發現哪裡不一樣 它其實大概就是起風了 的意思 還有這個黑伯 還有小姐與流氓 一起吃一個冰 再來這卷也可愛了吧 尤其是也太適合現在這個 真的是酷暑的夏天啊 你們看這個小黃鴨 你們看大家這樣傷悍淋淋 我感覺每一天都能用到這一卷 修歐的紙膠帶呢 同系列呢還有這種黑線條款的 我自己很喜歡 不論是腋下很涼 或是這個跳箱 我都做得很好呢 好啦稍微往前回味一下 到底都貼了哪一些小圖鑑 你們說這個一秒鐘 就可以寫好的 這一個一手掌握的小冊子 是不是太值得要擁有基本了呢 再來這個一樣很復古的系列 大家就Portown Days 我自己呢非常非常喜歡他們 所以一路以來呢 真的都搜了很多他們家的明信片 最大的特色就是活板印刷嘛 就是你摸得到的東西 這些是之前跟陳品合作的 書寫超市的聯名款 接著我手上這一張 你們不覺得我坐上去 我就是千尋 白龍即將就在眼前的這種感覺嗎 尤其是他的這種 各式各樣的商店街系列 完全就是 你怎麼想得到 我怎麼都想不到 的這種我每一次一看到 就是這個感覺 然後像這個雲上的商店街 皮特潘 我就問你們小時候 誰不想跟他走 再來還有這個 地鼠的商店街也超級可愛的 就是來到了一家小餐廳吧 火板印刷的這種觸感 你看我手摸啊摸的 大家不得不說這臉頭 能讓你摸的東西就是好東西吧 同時呢我也收了一些這種流星啊 它裡面呢其實呢都還有好多故事 在這個裡面呢 尤其是陳品的網站上面 還都會稍微的翻譯一下 我真的覺得必收 剛剛說完一個強強聯名 接下來就是強強強聯名啊 一個日本的真的是歷史超悠久的文具品牌 祭四商市 它跟了好多不同的 日本很經典的文具 然後大家看到這個小腰帶 有沒有立刻想到誰呢 沒錯 五川職工商嗎 他們呢一起聯名了 出了一系列的文具的這種 小性質小便條 我真的超級選色障礙 最後呢還是選擇了這個 割到一半有點什麼意思啊 的這個便條 因為我覺得這個最可愛呢 你們不覺得上面隨便寫一點抱怨文 配上這個割到一半的這個美工刀 然後攻擊力Buff 感覺開到了最大呢 最後這一樣 大家 父親節 七夕是不是快到了呢 我包准你送這樣 絕對不會有什麼失誤呢 Sakura Crave Lab系列 001 現在已經出到了005 但我自己個人覺得001的這款 真的是最經典 你們有看過誰頭上帶一朵花 還能長得這麼有質感的嗎 這個筆夾 我問你把它夾在你的胸前口袋 誰看到你 不會後退三步再多看你截眼呢 還有下面這個黃銅的筆身 包含連轉開這支筆的這個小轉轉的這個動作 我都覺得牢牢的 但怎麼可以這麼可愛 是一直看到就非常會讓你很想要寫字的筆 筆心部分呢當然也完全沒問題 大家這個是2018年 文房巨大賞的大賞獎的筆耶 絕對是一支父親節 要是能收到的話 我不是爸爸 我都想當爸爸了 好啦 既然這些懷懷追追的小東西 來到了我手上 我感覺應該要帶他們 一起來體驗一場 符合他們時代的小約會 我們Let's go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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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